多名尼迦駐台公是卡斯多 在昨天晚间开车 和一名骑机车的大学生擦撞 募集民众说多名尼迦公使 一下车就坐式要挥拳 带您关注 汽车停等红灯 不时听见车内小朋友躁动 绿灯起步 轿车左转 意外和对象摩托车擦撞 驾驶下车和大学生骑士 面对面 模糊画面中 隐约看见驾驶纠住大学生一领 双方对峙冲突一触即发 驾驶冷静后返回车内 迅速离开现场 骑士停在路边拨打电话 后方募集者拍照搜证 肇事汽车悬挂外国使节车牌 驾驶身形撞瘦五官立体 募集民众气氛指控 原来是多名尼迦駐台外交公使 肇事后下车 竟然握拳坐式要打学生 简直肇事欺人 公使有下车 并且有做是挥拳的动作 还有拉对方的衣领 那照一旁的民众拍照又PO网 今年五月多名尼迦公使 卡斯多被报载台申请外拥 而外拥却在富商家帮拥 引发争议 不料五个月后 周二晚间六点多 在新北市淡水雪辅路 和海洋技术学院 黄信学生发生轻微擦撞车祸 多名尼迦公使卡斯多声称 因为要在三岁和五岁两名女儿到诊所就医 护女心切才会一时冲动暴怒 愿意找机会向男大生道歉 结束这场纷争 记者陈文轩张乃俊新北市报道